请问你是好人吗 是的 为什么 因为男人有钱就会变坏 我这么穷肯定是好人 哎呦 请问你觉得男人有了钱会更快乐了吗 男人有了钱不一定会快乐 但是只要他有了钱 别人就会想方设法的让他快乐 哎呦 请问你最喜欢的宠物是什么 美女 还有什么 如果有美女勾引你怎么办 三十六季中的一季 是走为上季吗 不 将季就季 你知道夫妻之间有什么秘密不能对外说 第一 不能说家庭收入 说多了别人会跟你借 说少了会被别人看不起 第二 不能向外说家庭矛盾 没有人会帮你解围 更多的是煽风点火等着看你们的笑话 第三 不要说对方的缺点和短处 好与坏都是自己的选择 第四 坚决不说夫妻的生活 保护好这些 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家庭 哎呦 请问你工作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见你请过假 我不敢请假 为什么 因为我一请假老板就会发现 有我没我都一样 哎呦 什么 你这么矮 难道不觉得自卑吗 给我闭嘴 个子矮怎么了 我要让所有人一见到我都抬不起头来 哎呦 你觉得人到中年像什么 我觉得人到中年像西游记 为什么 因为有悟空的压力 八戒的身材 沙斯恩的发型 唐森的唠叨 最重要的是 你西天越来越近 哎呦 请问今年去哪里发展比较合适 西北 为什么 最起码饿不死 有口风喝 请问全世界的女人都说过一句谎话 是什么 我不要 我不要 请问你能用一句话来形容现在男人的婚后生活吗 娶了个祖宗生了个爹 请问你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总会困呢 因为学校是梦开始的地方 你有优点吗 我这个人呢 长相不行 身材不行 性格不行 经济实力也不行 我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 这次呢 我活了这么多年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 我 吃饭 还行 请问 你天天出来玩 你老婆放心吗 当然放心啊 我给了她两方面的安全感 哪两方面呢 既没长相 又没钱 哎呦 怎么 请问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婚姻 没结婚的急死 正结婚的乐死 结过婚的后悔死 离过婚的伤心死 情书上的我爱你是笔物 婚姻上的我愿意是口误 结婚是错误 生小孩是失误 离婚是醒悟 再婚是执迷不误 新婚交期咋看都像油误 老夫老妻咋看都像怪物 不解风情像植物 百依百顺像宠物 能给她想要的 你就是个人物 给不了 你就是障碍物 看破红尘到最终 大侧大物 啊 多么痛的领悟 哎呦